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一名膝带告白气球的男子,蹲在高铁近站扎口,带着俗称告白气球的波波球,战务人员以安全为由,禁止他带波波球吸入因此与战务人员发声口角,男子因为不断跳针说然后呢,因此换代然后歌出号,引发网友议论,台南市政府也担心波波球有危险,因此在跨年前夕与相关单位, 到夜市进行鸡查,30日晚间,鸡查人员在小北夜市入口处发现一摊业者正进行摆售,调查发现业者虽使用氦气装填气球,但产品仍未取得标减局检验何可?随即勒令下架,业者也配合移走所有气球。 据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指出,波波球是该局供高音时检验玩具商品范围,依据国家标准CNS4797-1玩具安全第一步可燃性第4.1节规定, 不得含有宜然气体,极度宜然液体,高度宜然液体,宜然液体及宜然交体。 进口或产式室内波波球商品需符合检验标准,完成检验程序并贴付商品检验标志及中文标示才能于市场销售。 同时,市府跨年晚会也以公告宣布禁止参加者攜带波波球入场,呼吁参加者配合以维护晚会环境安全,让市民平安欢乐。 跨年欢度元旦假期。